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嘿 来吧 We're family 你们好吗 配咖啡瓶有多浓 我只要去睡的轻松 打热天做个白只梦 望见我变成了彩虹 我又像奔跑的冲动 有你在跌倒也从容 无所畏惧的去追梦 汗水书解这份光荣 电影中角色也会有不同 每一个小人物也拥有小的梦 大屏幕迎不出现实中的暗涌 我只想和你牵着守在雨中等彩虹 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 偶尔也刻着你的出气筒 心甘情愿接受这份光荣 做你身边的萤火虫 如果我是你的超级英雄 此刻为你高唱这是love song 小小的默契让爱战斗 做你最骄傲的英雄 我是你骄傲的英雄 所有人都给我动起来 阿南拿好花 阿北准备好冷 刘管事把我最爱的鸡翅给我拿过来 你们两个人瓶子要清放 箱子一定要拿过来 刘管事我的鸡爪在哪里 所有人动作都会快点 骂了全部发工钱 刘管事我的鸡爪在哪里 你快点旋转起来 快点 你 大小姐这么多人排队呀 咱们肯定不愁卖不出去 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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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插队呀 要买香水到后面排队去 这位妹妹 明日才是香水开售的事件 您是不是记错日子啊 一看你就是外来的吧 你知不知道 这家双陵晚香水的名气有多大 明天来呀 你就买不到了 放心 我们这次加大生产 一定会有货的 原来如此啊 你是想骗局我这个位置是不是 我可告诉你 你知道我到这里来花了多长时间吗 经历了九九八十二呢 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要骗我 动作都快点 马上就要开张了 三哥 店里的香水已经摆好了 好 三哥 三哥 还有比赛后面 随手都可以不货的 好 你怎么不打烊了再来呢 开门 你是老板 我是老板啊 你是老板 你说 开门 不是 还以为你能说出什么吕点 人呢 派对的 人呢 干嘛呢 你们自己看 看了孽度 嗯 咳 告示 北方战事未平 哦 国库紧张 而精灵奢靡之风 见盛 有为朝廷勤俭节约之倡导 特此 严禁 百姓 购买奢侈物品 如有为者 负申十倍 也还成不大 怎么这样 第一天开业就贴在门口 还什么不能买奢侈品 摆明了就是不让买香水嘛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都只会是 成德成大人 都只会是 那不就军区司令吗 一个管士兵的 怎么会来管经商呢 一定是你得罪人了 你是不是撞倒了老人 没有道歉 说不定那个就成德他妈 你是不是晚上没化妆 出去吓哭小孩 说不定就成德他儿子 你是不是踩了别人脚 没道歉 说不定那个就成德他本人呐 闭嘴 闭嘴什么啊 有没有啊 有什么啊 走开啊 有没有啊 生病了就去看病了 有没有啊 什么啊 你是谁啊 我是林三 你是谁啊 我叫成德 成德又怎么样啊 成德又怎么样啊 再这么帅啊 你们都笑得很尴尬啊 还可以啊 你给我进来 干嘛 陈大人 不知今日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啊 没有什么贵干啊 没有什么贵干 听说你们家的香水非常有名 可得过来看看 哎呀 门庭如此冷乱啊 看来一瓶香水都没卖出去 我听说你们肖家为了这个东西 付出了全部人力精力 这怎么办呢 哎 问题来了 陈大人问了 这怎么办呢 陈大人 不知小女有什么地方得罪过您 如果真的有 我愿意被您侦查道歉 你哪有得罪我的地方呀 不过 有的东西 他应该放在 他该在的地方 如果放错了地方 拿不到 就有问题了 陈大人在说什么 我 听不懂 你傻 我懂了 陈大人 陈大人呢 是想看一看 我们这里品质最高的香水 什么都不懂 陈大人 这个呢 叫做蓝色承诺 我送给你 一生 只送一次 好 好舒服 东西 正应该放在 他该放的地方 如果放错了 不小心 你看 出问题了 陈大人 这瓶香水 大概一百两 没人买 分文不值 告示在外面 我就不相信 谁那么大胆 敢来买你的香水 我买 陈公子 陈老板 胆子挺大呀 无事军令 无事军令不敢 但是十倍的赋税 我出得起 看来 你这个精灵商会的会长 不想当了 当腻了 我 要 如药 所有的香水我都要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喜欢陈公子这种不要命的性格 哈哈 陈老板 弄它 哈哈哈 慢了 阿天阿弟那咖啡包起来 好嘞 好嘞 慢着 陶公子 今日我们的香水不卖了 谁说话 谁说话 说了一句很尴尬的话 陈大人 既然我们的香水卖不出去了 我们就打烊了 您请回吧 还是那句话 东西要放在他该放的地方 否则不只是打烊了 那是倒闭 是是是 陈大人说的对 你记住没有啊 陈大人 记住没有 什么什么 记住没有啊 谁说话 哦 香水不卖了 我去送陈大人 谁说话 我真是看错三哥了 他就是一个狗腿子 你干嘛去了 我干嘛去了 送人呢 送陈大人了 陈大人多好啊 这么大的生意 你就这样对人家 会不会做生意啊 怎么回事啊 没事 就让他们马喝了些我的香水 跟我斗 跟我斗 谁说话 我 我是狗腿子 我不要再不要讲我坏话了 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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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 Э 流是 你怎么办 都好几天了 这一瓶香水都没卖出去啊 老板 您先别急 我怎么能不急呢 我的瓣个身家都投进去了呀 早知道我就不应该相信你的 不好意思了 小老板您别介意啊 我不介意 telephone 您真不介意啊 那我让人 Ray 我就直说了 都怪你 拿那个香水忽悠我 害我投了那么多钱 我成衣不到现在都没开工呢 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的投资眼光了 我喊你快乐做生意吧 我的家里大 爸 您一定喝累了吧 您已经骂累了吧 喝杯挺关心吧 董老板 您的钱我们明天一定还上 海尿 你还不想想办法 我说香水卖不出去了你还不想想办法 我说香水卖不出去了你还不想想办法 我再想办法 你跟我走一趟 去哪里啊 查案哪 这个时候你还查什么案啊 香水滞销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诚德 我们要出去查清楚他的底细 抓住他的把柄 让他取消法令 一切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怎么查 我跟你说过大小姐不在家接不了账 先回去以后再说吧 没事没事我可以等 这么大年纪听不懂话了 我们俩不得相续了 全拉回去 那你们明明有家大生产了吗 怎么回事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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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你们肖家 那孙儿还能要我们的花生 你们要是不要的话 那我们一家老酒都得饿死 大小姐 只要您帮我这一回 今后您府上不管是死了谁 不管是丧事还是喜事 那花我全包了 李大伯 我们之前答应过的 该收的花我们一定会收下的 你放心 谢谢大小姐 谢谢大小姐 我给你收了 我 快起来 谢谢大小姐 快起来 谢谢大小姐 谢谢大小姐 大小姐 你别说了 之后不管是酒商来 还是药商来 之前订下的东西 就一定如书收下 钱一分不能上 可咱们没钱了 那就让他们明日再来 钱我会想办法的 大小姐 我还要是 我做什么 我就把我做事 都不过 我帮我 把我做事 都不不过 我做事 都不过 我做事 我做事 都不不过 你做事 我做事 都不过 我做事 都不过 我做事 都不过 相信我 穿上这件衣服 我们一定可以办成大事啊 这就是你所谓的大事啊 你不懂啊 垃圾桶呢是最能发现线索的地方 最容易发现 一个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 从而推断出他的目的 那你找到了什么 等等 等等 不要着急嘛 增高学店 你能推断出什么 可以推断出 他是个矮子 这个东西还要推断吗 他把增高学店放在协里 可以推断出他的内心很自卑 是一个自卑的矮子 有什么用啊 没用 肖家布访的地契 按照现在的行情 我就算给你一千两 那也算是多的了 一千两 我不是送你算了 我小桓再进你们店 我就不叫小桓 大小姐她们太过分了 她们这叫乘人之味 生!", stable 自己给你更平衡 这说是有这这呢 蛤挺有点心 小黄小姐 懂 stump 小姐 小心身体 satur 비 侯智府的千金啊 可真是个好人 听说侯智府找媒婆 去陶公子府上说亲 这要是取了侯智府的千金啊 陶家的生意一定是一帆风顺 蒸蒸日上 可是以后我们没有了 陶公子的帮忙 可就更难了 我跟你说 贴身跟踪虽然费时费力 但是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们那边的狗仔都用这招 只要你认真仔细有耐心 一定会有所收获 我去方殿下 我也去 看大动作 方便一下是大动作 你还是太幼稚 他们俩一定要密谋什么 要不然又不是小学生 干嘛要两个人一起上厕所 你赶紧跟上 记录上所有的细节 一个字都不能漏 为什么是我 他们认识我 上厕所还吃东西啊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因为我怕臭 还不回来啊 吓我一跳 哇塞 素材那么多 内容一定很丰富 干得漂亮啊 看看 是爷说成大人我好了 成德说好你去外面等我 是爷说好 成德说嗯 啊 嗯 嗯嗯啊啊啊 嗯 是这样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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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啊 成德说在这变不出 还是回家变的 所以你让我查了这么久 得出的结论就是一个 他排变不畅 幼稚幼稚太幼稚了 你想 这个人在这变不出 非得回家变 说明他 那一下 没有安全感 行为缜密 对不对 虽然今天收获丰富 但明天还得继续努力啊 哈哈 哎呦 哎呦 好累啊 好累啊 一封信 难道是小黄给我的情书 收到第一封诅咒信的人 会负歇不止 复线 复线你个投我复线 鬼才会信你呢 哦 哦哦哦哦哦 第二封信 收到第二封信的人会跌倒 我跌倒 跌倒 我教你跌倒 鬼才会信你的 跌倒啊 香蕉皮大镇 太邪门了吧 第三封信 收到第三封信的人 如果不把欠赵二的一两银子还给他 就会全家死光光 我明白了 赵二 怎么了 那太过分了吧你 我不就是欠你一两银子吗 你犯得着 又是信仰 又是香蕉皮 还诅咒我全家吗 一两银子 一两银子 还给你 不是 我什么都没做呀 我 这 这 这神经病嘛 大龙 没有 欠你的钱 今天还给你 今天死得不知道搞什么鬼啊 终于把欠了我好久的钱都还给我了 要不然都没钱还你的 谁知道呢 就是啊 神经病一样的 嗯 那咱俩之间就两清了啊 谢谢啊 我还有好多信呢 大小姐 你赶快去休息吧 你刚淋了雨 我再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腾出钱的 哎呦 再这样下去啊 你一定会生病的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生过病啊 我和你一起长大我见得多了 你五岁那年啊 为了解个冰桃葫芦掉进冰窟窿 九岁那年呢 在屋顶上放纸鱼摔下来 最严重的还是你十六岁那年 老爷 高球太过分了 一转正就那么狂 都是要回去了 也不倒要飞一下 来来来来来 三丛 来 让哥哥看看有没有长高啊 四德可以啊 光天化日之下搞事情咯 哎呀 哥 肖家要完了 你要说了 让你跟我一块回家种地去 别胡说 有大小姐在 肖家不会玩的 四德什么时候成了肖玉若的脑残粉了 四年前 老爷跟夫人意外去世 肖家乱作一团 那一年 大小姐才十六岁 就接手了这个烂摊子 其他商户欺负大小姐年幼 百般挑难 重压之下 大小姐鸡劳成鸡 哎呀 哥 这事你都说了八百遍了 闭嘴 那就再听八百零一遍 那时候 大家都以为肖家要玩完了 但是没想到 大小姐拖着病体 弹成了一笔大买卖 才使得肖家转微微安 所以这一次 大小姐也一定会让肖家好起来的 你就放心吧 看在你这么惨的份上 我保证 以后每一天 我就骂你一次 但是我听说 明天花浓 酒伤 药伤 都要来讨债 你大小姐再厉害 我看也过不了这一关吧 不会的 大小姐一定会成功的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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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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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正好 大小姐 小小姐 大小姐 大小姐 很轻微跟小姐 大小姐 大小姐 那个 真的进展不小 只要再有一点点的消息 萧家分分钟就可以重回巅峰 你 你 你休息了 行 那你早点睡吧 你睡饱了才有力气来崇拜我 你睡觉了 不对啊 小叔 你怎么了 小叔 没事吧 你怎么了 小叔 别闹了 天哪 怎么那么重啊 很大象啊 我长得还挺瘦的 怎么着 让你逞强 不行了吧 病倒了吧 你也不种用啊 别闹了 干什么啊 动了动脚的干什么啊 其实 离这么近 仔细看你啊 我觉得你长得 挺丑的 你 你干什么 你是不是在睡觉 别撞到睡 你给我 你给我起来 我给你打一下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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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舍不得你 不要留下我不管 别走 爹 娘 不要留下我不管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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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我不走 不走 没走 在 在的 我就是不可以给他心软 我就是不可以给他心软 不管 甭管是壁楼纯还是铁观音 我那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今天他要是敢赖账啊 你看我不收拾他 别以为我好欺负 今儿是不给钱我就不走了我 小环 我 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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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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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谢谢什么时辰了 董老板跟花弄都大了吗 早就来了 都在大厅呢 哎呀大小姐你别着急 其实怎么能不着急 这个时候我怎么都晕了呢 不是的 钱呢他都已经 对呀 钱还没筹起 有多少还多少呢 事情呢他都 对事情的确很严重 实在不行 我就给他们跪下 大小姐 各位老板 你们好 王老板 您给萧佳准备的酒 萧佳应该是要不了了 您先别急 话还没说完呢 我 我有一个朋友 在杭州 经营最大的酒庄 您给萧佳准备的酒 他全数都要了 而且 价格比市场高出一成 真的吗 谢谢唐老板 谢谢唐老板 董老板 我说了 肖家欠您的钱 可能 还得再拖欠几天 这怎么行啊 以后 你们北方成衣需要的布匹 我们陶家全数包了 而且价格 是市场的六成 给予出来的钱 就当是肖家欠您的利息 您看行吗 行行行 他 他太行了 这下就好了 我又能快乐地敬上了 给我上那个碧罗春 再来那个铁锅椰 我两回都干了 陶公司 这今年 因为肖家的订单啊 我们全村种的都是花种 这来年 谁要我们的花样 李大叔 来 您先坐 别急 我跟您说啊 今年 雨水充沛 您呢 赶紧回家 翻土 改种果树 种子我替您备好了 您随时到我那儿去拿 怎么样 真的啊 真的 葬礼 那 那多谢公子了 来 来 今后 你腹烧 无论是死了谁 那葬礼的故事我全猫了 好 各位老板 我陶东城不谦虚地说 应该算是金宁的首富吧 所以 今天我在这儿说的话 答应你们的每一件事 我都会做到 诈你 肖家给你们带来的一切损失 我陶东城 一力承担 日后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事 可以直接找我 不用再来肖家了 在这里 我谢谢你们 客厅 客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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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板 今日奔波劳苦 想必大家也辛苦 我呢 在秀春楼 为了些薄酒 款待大家 还请大家 赏光 好好好 好 走走走走 多谢 多谢 多谢老板 多谢老板 多谢 多谢 谢谢老公子 谢谢老公子 我 我 我就说嘛 不用着急 钱不用愁了 事情已经解决了 因为陶公子在呀 于若醒了 刚才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嗯 刚才我紧张了 我撒谎了 我现在也不是什么首富了 你不会笑我吧 陶公子这么说是在笑话我吧 你已经帮我这么多了 我感激还来不及呢 等陶公子跟侯小姐成亲之日 我一定送你们份大礼 给你们祝贺 小桓 你帮忙送一下客人 好吧 好好好 我这就去 公子 不用送了 我已经送完了 没送完走 你说什么呢 我送的我还不知道吗 送完了再送一遍啊 走啊 坐下说吧 陶公子 对 你是 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我已经拒绝了侯小姐 我心里有一个人 我装目下第二个 你可以不说话 我说 你听 好吧 我知道 小家被人盯上了 而且很麻烦 但是你不说 我也不问你 因为我不在乎这个 我只在乎你是不是过得好 是不是过得开心快乐 我知道 陶公子现在不如以前了 但是我也会尽我的全力去帮你 因为我不想所有的事 都是你一个人扛着 我想陪着你 你 鱼弱 我嘴笨 不会说话 我今天和你说的这些 我反复练习了好多次 这瓶香水 叫蓝色承诺 不 她的意义 就是我对你想说的 你愿意接受她 嫁给我吗 我去唐妙艺房 你不用跟着我 是 我先去唐妙艺房 我看你 我去唐妙艺房 你把他得厉害房子 然后我去唐妙艺房子 你还好我们来 你把我去唐妙艺房子 我去唐妙艺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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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绽百出啊 你干吗 干吗 你没跟我说说这间青楼啊 你知不知道这是白衣教的窝点 贫胸和秦星儿都在里面 如果我被认出来 就有九百种死法 没有两把AK47 我是不会进去的 为什么要有两把AK47 难道是双刀 不想跟你说话了 哎呀 干什么 干什么 你如果不进去的话 线索就会断 线索断了的话 萧家就完蛋了 这样 你要我进去也可以 如果我有危险的话 你替我去死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那也说得通 我不是那么不讲义气的人 这样 如果我进去秦星儿对 我先见后杀的话 我挺身而出 我没奸 你没杀 可不可以 不可以 那就没的商量了 再见 有的商量啊 我可以向你保证 你刚才说的这些事情 都不会发生 因为我会 易容术 我把头抬起来 逼着头反而引人注意 你要相信我的易容术 你是不是当所有人都瞎呀 你放心吧 我肯定忍不出来的 刘冠世 你不是说你易容多年 没被人认出来过吗 因为认出过来的都被我杀了 要不 这个也杀了 杀那个头啊 我现在分工好了 你负责解决一切 我负责六 你们两个闺魂有毛病啊 没来眼去的 我押护铁官印 送到天子号包厢 快点 天哪 这古人的眼睛是真的瞎呀 咱呢 跟丢了 来来来来 我一人都把你调童的 我还会吃 我可以吃 我该每个人都吃 你吃 我们自己会吃 你吃 我 好 我 我 鬼公 你们俩过来 快点 我入地狱 谁入地狱了 点吧 姑娘 贵婚有心 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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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分 十分的过分 他们居然在赌你跟林三 还是跟陶东城在一起 那么问题来了 我呢 他们把我放在哪儿了 就应该是我跟你才对嘛 你说这样是不是很配 你看这 童小 表姐 你们两个怎么还不过来 快点 快 程泽到底跑哪儿去了 我跟你说都怪林五百事 英魂不散的 再让我看看 我这次又大一次 我 大人情 干嘛你们 等半天了 你走 还那里干嘛 赶快送过去啊 大人情 大人情 那我也是 你 你 是 我没有鬼妈的跳 你的嘴又坏坏的笑 上一秒吵闹 下一秒拥抱 你给幸福加满快乐的聊 为你哭 是因为你胡闹 为你笑 是我为你骄傲 一点人心撒娇 偶尔巴道 只要你给我一个爱的红包 绝对让你傲娇 你就是我最爱的宝宝 天上难寻地上也难找 偏偏爱你爱的不要不要 平静洪黄之力陪你到老 你就是我最爱的宝宝 天早地上难得那么长 你若真心这一对我好 平静洪黄之力陪你到老 你就是我最爱的宝宝 天上难寻地上也难找 偏偏爱你爱的不要不要 平静洪黄之力陪你到老 你就是我最爱的宝宝 天早地上难得那么巧 你若真心这一对我好 平静洪黄之力陪你到老 вещ阪欧晝 地上难得这么巧 还想想想想ushYoYo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